嗨同学要过年啦 某公司举办维亚参会会中有抽奖活动 为了奖励员工这一年来的辛劳 公司提供了一部汽车以及若干家电作为抽奖用 参加参会的员工每人发给一张左右两边印有号码的摩采券 两边的号码一样一半是存根一半是抽奖 私下其中的抽奖帘丢进去摩采箱中之后 有主持人把他拿来 然后呢再请各级主管抽出摩采券 以决定家电与汽车的得奖人 试问这是何种抽奖方法呢 讲了这么长一串 其实就是我们平常日常生活中看到的那些抽奖的方式 那你抽奖券丢进去之后就没有任何的规则啦 所以 看我们的答案就是这么的简单 好简单随机 抽奖 因为他没有任何的规则可循 没有说 那个 男的比较多还是女的比较多都没有 他就是随便抽 所以就是简单随机抽奖 好简单随机抽奖 好简单随机抽奖